你快住手,这么好的苹果,你都煮了干嘛? 不煮怎么办?吃也吃不完,卖也卖不掉,都煮了为基亚了 那你不会学着在网上卖啊? 那我试试,叔叔阿姨,这个就是咱们家高山种植的花牛苹果 都是又粉又脆的,你们要是想要,都给你们发好品质 看一下,今年的爱人果冬成又成熟了 还是去年的品质,去年的价格,去年的口感 来,打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各个皮薄肉厚,汁水充足 看着喜欢,带一份尝一尝 看着喜欢,带一份尝一尝 2块1斤 10块1个 怎么可能买到我手上这种皮厚肉饱 吃起来 软糯香甜的老树榴莲 你要想吃到这种 来我直播间 两位树再走 树阿姨别滑走 你可以帮帮我们两姐妹吗 这个呀 就是我们自己种的黄金奶油富士苹果 听说在你们那里 一斤都要十几块 那也太贵了 看看我们家的 都是又脆又甜 水分呀 特别的充足 一口下去满口报值 如果你们也喜欢吃的话 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两姐妹 支持一下我们吧 一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袋 哥哥姐姐 你们怎么可能买到我手上这么好的品质 看一下 咱们这个可是正宗的黄金奶油富士 从二月份呀就开花挂过 一直涨涨到下霜以后才开始采摘 所以它的口感呀 是又脆又甜 你们要是喜欢呀 咱们这里可是原产地 带香尝尝 我也不会拍视频 我就直接告诉你价格吧 朋友们你们看一下 现在果冻成呢 大量上市的时候 都是树上自然成熟的 很多果子都已经烂在树上了 今年呢 我就只想收个成本回来 每天给你们现摘现发 都像我爽的好品质 皮薄 肉厚 吃起来香甜多汁 好甜啊